厚脑勺发紧了 很大的风 很大的风卷的 在风的中心地带 就是转得很紧了 收得很紧了 收得很紧了 那就形成了 类似龙卷风似的 再转 再卷 再卷 往下 往下 往下以后就往上提了 往上提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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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水卷走 那是四川那一带 长江里边的四川那一带 要把水 往上提 要把它提走 要把长江水运走 运走的时候 让水为低点 水为低点 应该开始行动了 长江上有水为低 然后昨天的灵牌当中看到的 背行经刚在行录 武汉到宜昌之间的两岸 应该要处理大坝的事 应该处理山下大坝的事 应该是 现在这个水 从长江的水 往天上卷 往天上卷 卷的时候 下面形成很大的风力 然后再往上卷 把那个水 从卷到费底里面去 来降低长江水费 是这么一回事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 再见